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wn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r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的答案是未来发生 原本默默未来单卡 突然水涨船高好多人在问 究竟什么原因都会在这个单语里面说明 这张迷洋的新基地场 情报一出之后 就在海内外引起骚动 简单明瞭的效果 却能强化主流排行 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 月明丘陵 那么再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吧 会议及时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 带来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议先例文章 月明丘陵经地场卡 双方玩家在每个自己的回合时 可惜用一次 若从自己的手牌 将一张基本超能量卡丢弃 则自己的所有宝可梦 恢复30点HP 1.沙奈朵叶克斯 沙奈朵叶克斯在三个版本中 尚未的经地场选择 有仓冠军庆典 是能在自己铺满场的情况下 恢复全部HP10点 这个简单的10点 让沙奈朵 苍翔V 甚至飘飘球 打出更高的伤害 实际伤害怎么运用 可点之前这部影片 不过因为冠军庆典的数量稀少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本钱投入 这张月明丘陵 虽然是恢复30点HP 但一样可让上述的宝可梦HP 来到激素 搭配好天人的数量 一样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并多了一个将超能量 滤到气排去的方式 2.放逐 由于只需要丢弃基本超能量 除了沙奈朵叶克斯外 第二个能强化的主流拍星 就是放逐 不管是走齐拉蒂娜VSTAR 或一张加上卡的打手 只要有能力将放逐累积到10张 都可借由勾魂眼来达到优势 然而玩过放逐系统的训练家就知道 内战时谁先开始用勾魂眼输出 往往就能拿下胜利 为了避免伤害指示物留在场上 可说是把交替推车扣好流满 如今有了这张月明丘陵 即使被对方先使用了勾魂眼 也有机会将其反打回来 并且搭配放逐系统器使用 就能避免对手回合 共享这张竞力场卡 3.抱歉的古顶路 4.道馆店加特点卡 月明丘陵这张竞力场 为SV3弹刺的道馆特点卡 也就是在官方认真的道馆 参加宝可梦日货道馆赛 能在7张特点卡中随机获得 是不是有点熟悉 没错 取得的方式跟党眼机器壶一样 需要参赛且七分之一的几率获得 不像一般扩充包的大量 如果未来环境有过半的牌组都投入 其关注度想必也跟着提高 好的 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还有哪副牌型能投入月明丘陵呢 都欢迎留言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